哦 這個混濁啦 這有點像抽油煙機上面拉下來的油 對 那其實這個會很容易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捨不得 就是第一次就是可能是做一些炸物對不對 是留下來 是叫回鍋油嗎 對 因為像我婆婆自己就是 她是用豬油炒菜 但我偷偷都會把它換掉 那最常看到就是媽媽們就是在爐灶邊 就會放這樣的油紙 上面在一個濾網 然後就覺得不要可惜了 對 不要浪費 然後又再把它拿回來重新用 其實它的酸價就很高 再來就是它會有腐敗的味道跟酸味 再來的話我們就看到像這樣子的油脂上面 就是像你可能經過再炸一次 有些人在於說外面買飲食的時候 你看到像鹹酥雞啊 一些排骨 像它就會有一些我們 這個就比較清澈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你看得出來它就是已經有煎炒過的 一些我們鍋子裡面的殘留物質會在裡面 所以其實只要經過高溫 就不在意使用 所以這個也是不及格的喔 對 也不建議使用它了 本來我想說這個還OK可以用 但是你不建議它喔 對 那最標準的是什麼 最標準的話就是你倒出來要輕輕如水 它也沒有這些殘渣的物質 再來我們就是說你聞這樣的味道 其實它就是有一個油耗味耶 嗯 而且有時候放的時候 根本都沒有 對 沒有去留意 尤其就是像我們長輩 他們年紀大了 它味道 味覺其實會退化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聞出來就是說 這是不是能夠再用的 但我們通常我都跟我婆婆說 不要用了 所以我都會默默地去把它倒掉 然後換成我買給它的一些植物油的部分 讓它去做使用